在民进党说这个和庭欢是花瓶这些事情 欢欢他有本人的说法 是针对于民进党在昨天召开了记者会 说希望能够拒绝性别歧视 还说要留给下一代一个干净的选举环境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在这个月初的时候 一位民进党阵营的严若芳发言人 他是误把其他惯有我名字的粉丝专业的发言 是误认为是我本人的发言 那么我们姑且不论说 他是不是已经承认这是乌龙指控 或者是有没有道歉 最让我本人觉得很难过的事情是 不只是被这个现任总统的发言人给误会了 而且是蔡英文总统她自己身为女性 她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第一位的女性总统 但是她却放任自己的幕僚 用不具名的方式 在代表国家的通讯社 也就是中央社在这边发言 去针对对手阵营的发言人 还形容这个对手阵营的发言人是花瓶 那么这根本就是一个物化女性的发言 而且还试图要带舆论带风向 我就问说这难道不是一个严重的歧视吗 我们也想问说蔡英文总统 其实就好像我在昨天记者会的时候 有特别提到了 她在今年的时候就有出席一场 台美全球合作的一个女力富权的高峰会 她在这边致辞的时候就表示说 她身为一个女性总统 她的使命就是在台湾 希望能够继续推动什么 推动女性富权 但是我就想要请问一下蔡总统 这个难道就是你所推动的女性富权吗 我也想要问说 那发言人她的发言 她这样的乌龙指控是代表您吗 或者是说您身为女性元首 您的幕僚用不具名的方式 去误化别的阵营的女性是花瓶 这个也代表是您的立场吗 还是说我们就觉得说 在民进党的眼中 只要是不同阵营 不同立场的女性 就只有花瓶的平权 而没有真正女性的平权呢 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消除歧视呢 是捍卫平等的这个普世价值 而不是说作为短线选举操作的工具 所以朝野呢 其实都应该要共同的来检讨 朝野对于消除歧视呢 应该是要一视同仁 共同的来要求 不应该说因为这个对象的不同 就会有这些双重标准 或者是说避重就轻 我们也真心希望说 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都能够一起尊重 包括女性在内的 各式各样不同的族群 那么无论是朝野双边呢 在这个部分 其实都有这些检讨的空间的 所以我们也呼吁说 无论是朝野最重要的是 不应该在言语 或者是行为上面 歧视 侮辱或霸凌 或甚至是影响到全体 任何一位国民 我们也希望不要再有特定的民众 或是特定的人士呢 制图要用歧视来作为炒作的工具 也希望绿营呢 不要再把这种女性平权 或是歧视女性来当作这个 泛政治化的这个炒作工具了 保存是三个人 那如果是三个人 反多地